深夜時間收割機在花蓮玉里的稻田上 来来回回跟时间赛跑 连续赶工三天都抢收到凌晨一点 为的就是要在台风来临前做最后采收 原本三十号一早还要继续 没想到大雨提前到 收割机已经没办法进到农田 光是玉里地区一共四千两百公顷的稻田 却还有将近三分之二的面积还没收成 57年来第一次遇到 所以很无奈 这几天有抢歌 可是你看这一片已经来不及抢歌了 对 所以农民看天吃饭 心血恐怕复制一句 但不止玉里稻米 王北走吉安的更是无法提前收割 目前还只是二级的节税期 最怕就是这时候台风来 如果说大风大雨 第一个我们水道全部都会倒浮 倒浮以后其实收成就会非常的影响 而除了稻米 农需菜在上回凯米台风也损失惨重 正进入富裕期又碰到康瑞来袭 恐怕年底结果的状况不会太理想 除此之外吉安乡的蜂农也是很紧绷 上回台风树木倒塌压垮蜂箱 因此这回也提前做准备 蜂箱把它垫高 不要淹水 这个蜂箱要扣子把它扣起来 除了农作物赶着抢收 居民也要把握时间离开家园 在花莲浊西就怕风雨一来酿成土石流 一共558人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及体育馆 另外在玉里东风里一共八户也预防性撤离到活动中心 傅里箱則是撤离一共六个村九十二人 這回康瑞颱風來勢凶手 民眾纷纷做好防臺工作 就盼能夠降低災害 KB新闻 葉峰伟 江云岸杨齊高中花莲采访报道